影后直播室突然微博私信我 说微信被盗了 要我辅助验证 笑死 我微信都拉黑他好几年了 我看是微博被盗了吧 哪有前女友要前男友辅助验证的呀 我不禁感叹一句 现在骗子真差劲 我回他 微信谢了 但我可以下载 你先转我十块 我充个流量 不料他只发了一个 六八块不能再少了 最后这个骗子连六块都没转 我不禁吐槽 他真的穷 还骗我说在直播 我反手就是一个拉黑 没想到 第二天却发现热搜上挂了警号 警号柳如烟初恋 警号警号的词条 不巧 这个初恋就是我 要被人肉了 我出道五年 归来仍是素人 这看起来 怎么都像三十八线小胡卡 要蹭影后柳如烟的热度 不是我说 都分手五年了 为什么不扒他前任 前前任 要扒他初恋呢 直到点开热搜 我才明白 这全是我自找的 原来 昨天微博私信我的真实柳如烟本人 他也确实在直播 因为玩游戏输了 抽到了这个惩罚项目 微博私信初恋 给他发一句 可以帮我微信申诉辅助验证吗 我当时觉得微信都拉黑他五年了 他会不知道 这肯定是个骗子 没想到 幸好他遮住了我的用户名和头像 没人认出我 我忐忑地点开热搜下的评论 发现一片和谐 并没有想象中的心风血雨 张秘书 一分钟之内 我要这个男人所有的资料 我要跟这个男人谈恋爱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被诈骗了 柳如烟没人为我发声事吗 所以只有我关心影后的初恋到底是谁吗 我劝你好奇心别太重 就在我担惊受怕的时候 网上风向突然变了 柳如烟和当红小鲜肉蔡坤坤上了好几个热搜 两个人领域不同 但都是如今圈子里至少手可热的明星艺人 锦号柳如烟初恋是蔡坤坤 锦号锦号柳如烟蔡坤坤破镜重圆 锦号锦号柳如烟他超爱蔡坤坤 锦号柳如烟出道这几年 只和蔡坤坤传过绯闻 而且他们被扒出来好多铜款 他们是一直就没分过还是破镜重圆呢 我猜一直没分过 只是在避嫌 今年二月份过年的时候 两个人的地址IP都显示在国外的一个小岛 我不相信是巧合 没错而且两个人发微博的时间总是一千一百 照片也像是同一个地方 顶峰相见的初恋夫妇也太甜了 你们快去看重播 坤坤为了避嫌把姐姐拉黑后 姐姐的表情管理课仿佛没上过 姐姐是懂变脸的 上一秒高冷矜持 下一秒垮个劈脸 我看着网上的评论有些发症 虽然网友弄错了柳如烟的初恋对象 但是柳如烟和蔡坤坤两个人的绯闻 看起来很真 尽管这些年我没有特意关注过柳如烟的新闻 但我知道她一直都是一个人 几乎零绯闻 出了名的热爱舞 不然她也不会走到以后的位置 算了 不管她跟谁传绯闻 都不关我的事 我早已经习惯了失去她这件事 公司给我接了一个明星恋宗 夏日心动的通告 还是直播行事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活 纪博达 公司签了你五年 当初为了替你掩盖那些事花了不少钱 让你出去应酬你不去 把投资人得罪了 结果生生浪费了这张脸和演技 一直只能演亲妈都认不出来的小配角 公司也认了 没逼过你吧 如今这个通告你再不接可说不过去 我深吸一口气 平心静气道 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 我的黑料被爆出来对公司也不利吧 再说了 公司比我红得多的是 为什么非得是我 我疑惑地问 谁知道导演抽什么疯 就看中你这张脸了 文心无奈地说 而且节目是直播 很多人怕翻车 最大的乱也就是蔡昆昆 反正你就当演戏了 实在不行你就在里面当个背景板 好吧 我可以接 那能不能提前解约 我试探着问 解约后我会退圈 你们也高抬贵手 别一直翻旧账 文心犹豫了几秒后说道 行 反正你胡了这么多年了 公司就算榨干你也榨不出金山银山来 我们就好聚好散 但这次通道费公司要拿大部分 我随便看了一下资料 嘉宾里面没有柳如燕 我就大胆地接了 但是没想到当天一开播 柳如燕空降节目 美其明月惊喜 我的脚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故意不看她 后面时时滚动的大屏幕吸引了我的视线 弹幕果然炸了 影后未追回初恋 竟然自降身架上恋爱综艺 这是什么 小说照进了现实 纯爱战士应声倒地 哎呀呀呀 磕到了激柳CP 狠狠上大分 我可以是假的 但激柳CP必须是真的 姐姐的眼神在拉丝啊 谁懂 妥妥的恋爱呢 眼神拉丝 不是我算柳如燕那双桃花眼 看狗多深情 她挨个握手 轮到我之后 我低着头伸出手 她却突然握住我的指尖 把我往她的方向一拉 一把抱住了我 一股海盐的凉爽味道钻入鼻肺 陌生而又熟悉的气息包裹住了我 我浑身一瞬间变得僵硬 她在我耳边轻声呢喃 继波打 好久不见 卧槽 要不要这么搞 我不就是骗她十块钱喂碎吗 我感觉到其他人打量的眼神 心虚又尴尬 恨不得当场拍死她 姐姐不是不喜欢跟人肢体接触吗 她是不是抱错人了 话说这个胡咖是谁 真的不是素人吗 不过挺帅的 也不是不能浅刻一下 什么都可只会害了你 帅得太有攻击性了 吃不下她的眼 还是喜欢蔡昆昆这样的搞笑小白脸 光明正大的都是假的 我赌一包辣条 这个男的估计是资源卡 节目组故意安排的 炒作 小心翼翼的才是真情侣 恋中 什么时候能不搞三个人的修罗场了 本来以为是直播终于没有剧本了 没想到看的还是剧本 没意思 节目组太恶心了吧 为了话题脸都不要了 昆昆求求节目组做个人吧 节目组突然背锅 导演 我没人你们任何一个人 我用力推开 柳如烟没推动 我可不想跟她有过多牵扯 更不想掉马 别这样 我低声警告 然后感觉她心不甘情不愿地松开了手 我赶紧冲着直播镜头解释道 我是柳如烟的粉丝 之前我去过很多次她的签售会 没想到她还记得 我官方又不是礼貌 我们这关系就装不认识吧 是吗 我不信 柳如烟听不出我的弦外之音 面对她的不配合 我只能转移话题 今天能在节目里见到你 很荣幸 柳如烟眯了眯眼 不爽地轻哼了一声 好在她没有戳穿我 彼此彼此 见到你我也很荣幸 她特地加重了你一股咬牙切齿的味道 谁来管管这条阴阳怪气的狗 造孽啊 心疼被迫营业的姐姐 后槽牙都咬碎了吧 真的 柳如烟一脸嫌弃家无语的表情 估计是对剧本不满意 还是鸡柳出炼好客 官方硬凑的CP太假了 一口下去全是玻璃渣 道理我都懂 但是这个小哥哥长得太好看了吧 是新人吗 震惊我全家 我刚搜了一下 这个男的 出道五年了 我竟然还看过他演的丧尸片 他演男主吗 不是他演丧尸 弹幕沉默了一瞬 邪门 真邪门 他到底什么来头 是怎么做到又胡又是资源咖的 弹幕画风逐渐跑偏 蔡坤坤突然开口道 如烟 你不是之前拒绝了节目组的邀请吗 为什么突然又松口了 众人都露出了八卦的神色 因为某个人参加了 蔡坤坤玩耳一笑 带着一脸娇羞 这样啊 有你在 我安心多了 接下来请多多关照 柳如烟不冷不淡的恩了一声 也请大家多多关照 众人附和 我安静如鸡 为什么和前任上同一当恋宗 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现在解约还来得及吗 我已经开始觉得心累了 磕到了磕到了 柳如烟亲自承认是为了蔡坤坤来了 他好勇我好爱 直球就是最雕的激流 CP给妈妈宠 影后就是钢垃圾 节目组也没办法了吧 导演我劝你们善良 参加节目的一共有四男四女 其他人见到柳如烟都热情地跟他攀谈 各种话题 努力挺他 还让他形容一下理想型 简直就是搞事情 蔡坤坤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然后他看向我说道 大家慢慢看节目就知道了 众人开始打拳 弹幕开始凌乱 姐姐你的眼睛在看哪里 是不认识自己老婆了吗 他当练习生的时候我就回粉了九年 相信我 他本来就邪神 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为什么我预感不详 柳如烟好像自从出场 就没给蔡坤坤一个眼神 只有侦探的情侣才会避嫌 反正这种人工堂我不会磕的 高举激流CP大气 同一家存款数 肯定是节目组搞事情 太恶心了 谁要磕诉人CP啊 他配吗 弹幕没一会就吵了起来 激流CP稍然勿躁 这才第一期 听姐姐的 往后看 坐等资源咖被打脸 我看天看地就是不看柳如烟 躲在后面抠手指 活脱脱一个背景板 可是有些人不放过我 蔡坤坤冲着我说道 你既然是柳如烟的粉丝 想必他就是你的理想型吧 我想也不想 我喜欢矮子 不考虑一米七以上 众人都没了 柳如烟看我的眼神仿佛要叨我 为什么我好好看得练踪 膝盖突然中剑了 他要是这么说话 我可要追他了 我跳起来跟他说 帅哥 你的理想型来了 这个戏精在干什么 他故意的吧 就算他不知道柳如烟一米七十五 光用眼睛看也知道他很高啊 这个哥哥好会啊 呵呵 拙劣 长得就一脸心机 为了显得自己特别 脸都不要了 没必要人身攻击吧 他又没有主动聊柳如烟 纪博达的表情好像在说别来沾边 对对对 从柳如烟一出场 他就一脸痛苦面具 这个剧本好像有点离谱 不确定哥哥是不是在玩具影后 继续看看 他们该不会不是简单的认识吧 什么粉丝偶像 都是拿来糊弄观众的借口 不得不说 有人真相了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但是G6CP因为强烈的不满 疯狂刷弹幕 很快就把这些声音冲了下去 我心里祈祷G6CP的粉丝给了一点 疯狂冲冲冲 我同事计划着 找个时间 跟公司谈一下退出综艺的事情 欲胆文心一定会手撕鬼子一样撕了我 不管怎么样 先狗过这一期 我想这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 不可能一期节目 就能让网友不遗余力去霸我 这个我自认为没这个魅力 但我忘了 在疯狂的CP粉也禁不住正主疯狂解骂 入住心动小屋后 迎来了第一个任务 炎热的夏日 节目组准备了一排西瓜 我看着红阳的西瓜心里一抽 但很快调整好了表情 这个降制游戏是比赛吃西瓜 按照吃瓜的速度排名 然后由第一名到最后一名 依次选择约会对象 四个女生选完后再由男生返选 如果男女互选成功 下午就可以一起约会 落单的只能在家做饭 我弃拳 不等导演喊开始 我先抢话道 我对西瓜过敏 柳如烟在我身后捂着卖小声冷哼 从来吃西瓜都得吃醉尖的人 也会对西瓜过敏 他不说话 没人把他当哑巴 我真心懒得搭理他 往旁边走了两步 拉开跟他的距离 食物过敏这种事可大可小 虽然我的西瓜过敏听起来像借口 但我料定了节目组 不敢真的让我吃 果然 导演没有为难我 直接给我定了最后一名 屏幕后的网友可不吃这一套 纷纷弹幕评论 装什么装啊 他是不是害怕露出不雅的一面 估计脸都是整的 不能做夸张的表情 面对这些恶意 我无动于衷 此时 蔡昆昆的表现却让我眼前一亮 他毫不做作 在其他男生还放不开的时候 他熬屋一大口下去 框框几口 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这一幕让网友纷纷表示 笑死谁懂啊 我真的好爱这种不讲情的艺人 搞笑难食锤了 节目组请到昆昆 真的赚大发了好吗 人美心善又放得开 请对他好一点 不要欺负他 导演则无奈地回应 你们操心的太多 蔡昆昆毫无悬念拿了第一 轮到女生这边了 除了柳如烟 其他女生都挺拼的 尤其是拿下了第一名的新人演员 吃西瓜的速度之快 让网友戏称 猪八戒吃人生果都没他快 嘴里仿佛长了收割机 还有网友表示 怎么能有人把吃西瓜 吃出这么高大上的感觉 好想变成姐姐手里的西瓜 被姐姐白皙修长的手指送进嘴里 一口一个夏天 不愧是夏日心动 真的太心动了 然而 我却在此时看了一眼柳如烟的手 作为重度手控 当初我对柳如烟的第一印象 就是她的手太好看了 她刚转来我们高中时 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名字的那一刻 我就被深深吸引了 如今 她白皙的指尖流淌着红色的西瓜质 我的心被狠狠戳了一下 但我很快掩饰了过去 收回目光时 却无意看到了柳如烟戏谑的眼神 只好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在选择约会对象时 蔡坤坤首选了柳如烟 没有男生跟她抢 大家都不想得罪人 我则选了那位收割机班的新人演员 因为我看出了她和另一个酷酷地唱跳男生 审心互相感兴趣 果然 他们互选了对方 我成功落单 可以在家摸鱼 晚饭时间点个外卖就完事了 然而 当轮到柳如烟选择时 她却说 我选几波达 我仿佛感受到了世纪大地震 达妹啊 究竟什么仇什么怨 柳如烟要这样整我 我必嫌得不够明显吗 别来沾边好不好 千算万算 没算到最后是我们三个人落单了 其他人开开心心出去约会 跟拍的人恋恋不舍地离开 留下的几个工作人员 一副做好板凳准备吃瓜的表情 尤其是导演 厨房修罗场又要来了是吗 节目组在搞什么呀 这要不是剧本 和小奶狗的约会直播了 我喜欢抓马的剧情可以多来一点 心疼昆昆 那么努力吃瓜 结果最后还落单了 柳如烟你没有心 姐姐别当渣女啊 直播暂停 弹幕疯狂刷屏 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吗 柳如烟这样的影后也被拿来炒作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柳如烟是自愿的 不信 肯定是节目组给的太多了 快把追赴火葬场的剧本安排上 我要看渣女后悔 我贴心地把厨房留给了蔡昆昆和柳如烟 准备开溜 结果刚提起脚就被叫住了 纪伯达 我想吃辣子鸡 我看你就试个垃圾 我不会 我对巴起 我是厨艺小白 蔡昆昆冲着我笑道 我会做 我来吧 纪伯达 你就给我们打下手吧 哥哥你真是人美心善 但厨房装三个人真的不紧 我集中生智 把我负责的部分拿到了饭桌上 让他们两个人独处 蔡昆昆问道 你为什么选了纪伯达呀 他是你的理想型吗 不是 柳如烟毫不犹豫 呵呵 谁稀罕是他的理想型 柳如烟的理想型是清纯小白脸 我第一次跟他告白的时候 他就明确地告诉我不喜欢我这挂的 我问他喜欢什么样的 他说喜欢和我相反的 于是我故意换上了白色衬衣 然后因为不穿校服 被班主任罚了一千字检讨 那天放学 我把柳如烟堵在班级后门 再次跟他告白 我也可以变成你喜欢的类型 你可以优先考虑我吗 你喜欢我哪里 我可以改 少女清冷的面容透着点点的无奈 我喜欢 你不喜欢 我冲着他眨眨眼 小样 这还不迷死你 柳如烟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 嫌弃到 吐死了 他绕过我从后门离开的瞬间 我拉住了他的衣服下巴 柳如烟 我一点机会都没有吗 嗯 没有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虽然没脸没皮 但是接连被他拒绝 还是这么直白的拒绝 真的挺难过的 也没有勇气继续缠着他了 当初的心疼 仿佛顺着时间的脉络 再次传到了我的手上 我低头一看 草 菜刀切到手了 难怪这么疼 我赶紧把手指放进嘴里吸 一股大蒜的味道 不会拍酸 所以处理酸都是用切的 就在我把手指从嘴里拿出来的瞬间 柳如烟突然跑了过来 一把拽住了我的手腕 神色严肃地盯着我的手指 去医院 你没事吧 不用了 就一点点口子 也不流血了 怎么算没事 万一感染了怎么办 我劝你别太离谱 我主要是担心医会到了医院 伤口就愈合了 医生也挺忙的 我抽回手继续装部署 谢谢您的好意了 我去楼上贴个窗壳贴处理一下 辛苦你们做饭了 生怕他在干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 我一刻也不敢耽搁 赶紧逃 处理完伤口之后 我躺在懒人沙发上放空 早知道会遇到柳如烟 打死我都不会来参加这个综艺 弹幕已经妈了 柳如烟你在搞什么东西啊 昆昆辛苦给你做辣子鸡 你在这切算 不如一个拍算吧 不是我抬杠 但确实是切算 简直不要太离谱 切算能切到手 演戏不要这么加好不好 活该他胡 有一说一 他的丧尸演得挺好的 我已经不想磕了 从节目开始到现在不过半个小时 我的心已经死了 嘴巴也死了 去医院那里真的又嘎又搞笑 纪伯达满脸写着你有事没事 柳如烟尴尴尬死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不会追人就别追了 我是图狗我爱看 怎么什么狗都有啊 只有蔡昆昆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你长点心吧 别做饭了 回头看一眼吧 笑死 等蔡昆昆做好辣子鸡 刚好赶上柳如烟和吉伯达的喜酒 自带一盘辣子鸡吃喜酒 等蔡昆昆做好辣子鸡 一回头 柳如烟和吉伯达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接下来 请欣赏厨厨神争霸赛第一季参赛者 蔡昆昆 网友也太缺德了吧 我要是蔡昆昆 辣子鸡一口都不给渣女吃 自己含了一干两碗大米饭 说一句真香 你是懂报复的 晚上其他人回来后都察觉到了不对劲 心动小屋成了低压小屋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坐在C位的柳屋 王牌制冷鸡就大命了 他的表情能不能管理一下 当了四年练习生 初到五年 就这 蔡昆昆加了一块辣子鸡 给柳如烟 尝尝何不合你口味 柳如烟皱眉 不用了 我不饿 蔡昆昆一脸委屈 柳如烟给老子死 我们昆昆怎么得罪你了 你摆个鼻脸给谁看呢 我替姐姐解释一下 他有洁癖 不吃别人家过的菜 这不我占柳如烟 我也不吃别人家的菜 就不能用公块吗 我们昆昆是好一好吗 辣子鸡不是他点的 不吃可以礼貌拒绝 没必要让别人下不来台 你家姐姐在镜头面前脸臭是真的 别洗了 声明一下 辣子鸡是柳如烟点的 但他点名让几波打作 不幸看回放 把你脸打肿 还有科技柳CP的吗 呵呵 狗都不科 节目组是会懂拆CP的 这盛是如你所愿 节目组你满意了 既然你们不科 那我可要科柳如烟 和几波打的白日梦CP了 咸门CP怎么了 正主发糖就是甜 就是少来沾边我们姐姐 姐姐愿意喜欢谁就喜欢谁 我早就想说了 菜坤坤蹭起来没完了 我们姐姐理他吗 粉丝随正主都爱蹭 姐姐代言什么他买什么 姐姐IP换了他也跟着换 姐姐用的东西他也买同款 本来以为两个人真的在谈 可看看姐姐的表现 纯纯是他在故意炒作 激柳CP粉继续说必闲了 你们可真会脑补 上练踪了还必闲 我看你们是闭眼吹 姐妹们 仙门CP可不幸磕呀 照这个热度下去 我真的害怕 大概是受弹幕影响 菜坤坤的脸色非常不好看 我觉得要找个时间和柳如烟谈谈了 晚饭过后 节目组在海边举行了个篝火晚会 这种晚会 少不了俗套的真心话大冒险游戏 瓶子转到柳如烟的时候 我下意识心里一紧 就怕他又搞幺蛾子 当沈星问他为什么和初恋分手时 我两眼一黑 悄悄掐住了人中 不知道 他提的分手 我被甩了 这个回答始料未及 在场的人都猛了一下 沈星一脸心虚看着我 不小心接了影后的老底 怎么办 看我干什么 我真的很心虚啊 没错 五年前是我甩了柳如烟 那时候他还在国外当练习生 工作是管得严 没收手机是基本操作 我们本来就是一国恋 我又经常联系不到他 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 兴冲冲跟我分享上舞台的喜悦 然后我直接说了分手 他让我再等等 说他很快就会回来 已经跟公司沟通好了 回国出道 我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不想等啊 然后我就拉黑了他一切的联系方式 来来来 继续 我打着哈哈企图转移视线 结果平口就对准了我 我还能抢救吗 只见蔡昆昆调了调眉 然后对着我说道 纪博达 你和初恋分手的理由是什么 那个 我选大冒险 那你现场打给初恋 问他过得怎么样 哥哥你这是逼我去死啊 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那只能选真心话 他又笑着补充了一句 不能说假话 面对在场十几双炙热的眼睛 尤其是某人的 我叹了口气 因为不喜欢了 我都能想象到此刻弹幕会怎么说我 蔡昆昆似乎不死心 继续追问 你喜欢上别人了 我本可以不回答他第二个问题 但是看到柳如烟已经失去控制的表情 我认命说道 不是没有喜欢上别人 只是不喜欢他了 柳如烟的脸更黑了 我还不如不解释 蔡昆昆则一副真的吗 我不信的样子 你们玩吧 我累了 先回去睡了 我刚走出不远 身后就有人追了上来 我摘掉麦 回头看了柳如烟一眼 他抬头示意了一下导演 对方很懂事地点了点头 然后摄影师就离开了 小花园里 我冷冷看着他 到底想干什么 他双手环胸看着我 不是装不认识吗 你的表现就差把我们有事情打在宫廷上了好吗 我不满地看着他 又是微博私信 又是参加恋宗 你别告诉我你想吃回头草 他刚想开口就被我堵住 你能不能放过我 别再打扰我的生活了 柳如烟脸上一闪而过的受伤 什么叫我打扰你的生活 恋宗是你先参加的 我只是来当背景板的 你却一直把我往漩涡中心带 你没看到弹幕都在冲我吗 那你当初先招惹我的时候 我拒绝你听了吗 果然人不能在年轻的时候犯错 不然会被反复编尸 对不起 我当时不懂事 不该对你死缠烂打 我错了 但我们也算和平分手 一个好的前任就应该跟死了一样 你觉得呢 柳如烟垮着脸看我 阴侧侧地看着我 仿佛要杀人 我心虚地咽了咽口水 心想 对方好歹是影后 我是不是说话有点太放肆了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我大声道 凭什么你可以这么自私 说在一起的是你 说分手的也是你 理由呢 我要听真正的分手理由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了 有什么好问的 我有点烦 怎么可能突然不喜欢了 就像人怎么可能突然 对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过敏 柳如烟盯着我 语气咄咄逼人 我沉默了 我是撒谎了 我对西瓜不过敏 但结果就是我不敢再触碰西瓜了 这就够了 不是吗 那我问你 为什么不吃西瓜 真正的理由是什么 我不说话 这也不能说 那你到底什么能说 柳如烟只问道 纪博达 你到底把我当什么 我就那么不值得你信任吗 面对柳如烟的咄咄逼人 我缓缓开口 因为我那天回家路上买了一个西瓜 抱在怀里 可回到家的时候 我妈心脏病发倒在地上 我小心翼翼护在怀里 一路的西瓜碎了一地 我妈也再没有醒过来 那个夏天 破碎的西瓜成了我永恒的印记 一碰就疼 所以我吃不下 我看见西瓜就恨自己 恨自己为什么要买西瓜 为什么不早点回家 你满意了吗 如果你喜欢的沟通 就是偏要让我说出最不想说的秘密 如果你觉得这才是幸运 那柳如烟 我现在不仅不喜欢你了 还变得开始讨厌你 我说完就走 她却从背后紧紧抱住了我 对不起 我不知道 你没告诉我你在国外 告诉你有用吗 告诉你我妈就能活过来吗 我握住她的手腕 想拉开她 可是她滚烫的眼泪 透过薄薄的衣服 打湿了我的肩 这就是你讨厌我的理由吗 因为在你每个难过的时刻 我却都不在 她哽咽道 我最终还是无力地垂下了手 红了眼眶 没错 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每个时刻 我甚至不敢告诉她 我怕耽误她 更怕她在我和舞台之间选择舞台 我心疼她的无能为力 谁心疼我 如果当初你告诉我会回来陪我的 每个舞台都没有你重要 时隔多年 听到这句话 我的心中很难再起波澜 我怎么能要求她放弃自己的梦想 陪在我身边呢 等她不爱了 怪我耽误了她的前程 我又该怎么办 我赔不了她的人生 所以分手不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吗 时隔五年再看 她做她的影后 我做我的胡卡 不是挺好的吗 柳如烟 我们都往前看不好吗 可是前面没有你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 我好不容易才习惯了没有她的五年 但我们没结果的 永远都不会再有结果了 而我是一个只在乎结果的人 看书都会先看结局 对不起 我 我真的不想再参与你的人生了 纪博达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求求你了 原来爱而不得的人都一样卑微 就算是万千人喜爱的影后也一样 柳如烟 松手吧 我哭着说道 别让我这么难过 不要抓紧我 她渐渐放开了我 我没有回头看 坚定地走出她的视线 将她一个人扔下 柳如烟 有时候太喜欢了也是无法圆满的 我太喜欢你了 所以没办法跟你在一起 如果你知道了当年的真相 一定会很痛苦的 所以向前看 往前走 你还有大好的人生 不要像我一样 活在泥潭里不见天光 第一期节目以晚上写心动信作为结束 我想了想 还是投给了柳如烟 只有一句话 愿你前途伺景 平安喜乐 我也收到了她的信 但是是一封空白信 里面什么都没有 全文完